孔庆祥William Hong在2004年与美国节目全美偶像大赛American Idol上以舞音不全歼齐那舞字献唱shebang 甚至连香港都曾掀起一阵热潮 来去匆匆的孔庆祥在2011年退出演艺圈后 原来曾经沉迷赌博导致离婚 相关阅读 今年孔庆祥今年不时在社交平台贴向透露近况 相众见他不时公开表演 虽然身形账报了不少 但外貌与当年分别不大 依然四万口见露出招牌少衙 最近孔庆祥接受美国杂志访问 他自曝在三年前放弃了正职 成为职业赌徒 本身公余时间都会赌 然后觉得自己好到可以向那方面发展 赌钱比我正常工作高入工好多 好一段时间做得无错 不过这决定竟令孔庆祥付出代价 我知我好善 玩扑克 但后来我变得贪心 开始涉足赌博体育 现在了解我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但我还是做了 且我亦为此付出代价 我离婚了 沉迷赌博的孔 祥决心借赌重返就工作岗位 去年更与第三任泰哈娜结婚 她表示正与另一半努力造人 幼稚虽然对目前演出有欲望 就结婚 十个月后就离婚 孔庆表示自己爱情路并不平坦 凯探做人老公实实 迁就对方 孔庆祥当年唱Ricky Martin的She Bangs 在近乎全走音的情 下被评判Simon Cowell很凭肩盯走 不过孔庆祥以一句我以权力 我毫不后悔I already gave my best And I have no regret Siddle以外的爆红 这股孔潮更一度红到返香港 孔庆祥与薛家燕和言 我亚妈发紫温而成为烂片之王 风透 一时无两 但到了2011年 孔庆祥退出娱乐圈 并重过普通人生活 其后有职孔庆祥曾经在卫生部门工作 其后在做人生导师 对于当日一夜成名 孔庆祥坦言为 过意不晓得为何会成功 其他文章 星岛申诉王 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 县城要市民投稿赞扬 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 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 蓝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 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